农历上7000多家取得临时登记的违章工厂 以工厂管理辅导法 2020年6月2号前没有转型合法就应该退场 但蓝绿立委选前都各自提案 放宽展颜落日条款的年限 而国民党立委陈超明本会其担任经委会赵委 最后一周也临时变更议程再度排审修法 让环团痛批突袭 若再展颜期限违章工厂乱象会更加严重 现在立委的版本将放宽临时登记工厂的申请 从97年3月14号以前的未登记工厂 放宽到105年5月20号 97年3月14号以前我们说这是历史工业 但是97年3月14号到105年5月20号 这就不是历史工业的问题 这是明明知道农地不能盖工厂 他偏偏要盖工厂的问题 周超明回应会临时排审修正草案 是因为行政院目前仍未提出修法的政院版本 但还有许多违章工厂想取得临时登记证 必须给业者管道解套 当环团团之一 7000多家临时登记得为张工厂 最近只有50多家被辅导成功 达成率仅0.7% 经济部执法怠惰 自费武功 立委也毫不问责还帮忙解套 这个问题是蛮复杂的 要有配套 我们都在做事情不是失职 经济部长沈荣金否认失职 强调政委张景森已开过六次跨部会会议 将加强对环团的沟通 并在背询时指出 2016年520之前的未登记工厂 只要没有环境污染 公安问题且合法缴税 就会让维装工厂朝全面纳管 改善辅导合法经营三方面进行 环团回应 如果政府没有拿出破例纳管辅导 工业管理政策将全面失控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